那么再往下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模板语言 模板语言的话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这个 模板文件呢 包括两部分内容啊 一部分呢 是这些静态的内容 一部分呢 是这个动态的内容啊 它呢 就是通过这个模板语言来产生的啊 模板语言呢 包括这么几个部分啊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模板变量啊 那么模板变量的话 它怎么使用 我们也给大家说了 你通过模板上下文呢 传给模板文件的数据呢 就是模板变量 那么使用模板变量啊 它的格式呢 是两个括号里面呢 跟上一个模板变量的名字 那么你模板变量啊 它有什么格式啊 你注意啊 模板变量名 它是由这个数字字母 下化线和点组成的 但是它不能以数字 不能以下化线开头啊 这里面你要注意 跟我们的这个python的变量 做一个区分啊 python的变量 不能以什么开头 对吧 不能以什么数字 不能以数字开头啊 这里模板变量呢 它不能以这个 下化线开头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模板变量的解析顺序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之前我们给大家讲 我们去显示图书的标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直接不可点 比他道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明呢 就是啊 这个点前面的东西啊 点前面的东西 它可能不是一个对象啊 它可能不是一个对象 它可能是一个字典 它还可能是一个列表 哎 它可能不止啊 那么这里面 我们就要给大家说 模板变量 它的一个解析的顺序啊 就是当你使用的 这个模板变量呢 它是这样的 什么什么点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它的解析顺序 就是首先 它会把你这个点前面的东西呢 当成一个字典 哎 当成一个字典啊 把这个点后面的东西呢 当成一个件名 然后呢 进行取值啊 如果取不到的话 它会再次把你这个点前面 当成一个对象 哎 把点后面的 当成一个对象的属性 哎 去取这个属性的值 如果还取不到啊 那么它就把点前面当成对象 把点后面当成一个对象的 方法啊 去掉这个对象的方法啊 取它的返回值 那么如果还取不到的话啊 你这个 模板变量呢 它就 哎 没有 解析失败啊 解析失败 但你注意解析失败的话 在我们这个 江沟里面的解析失败啊 它不会出错啊 这个地方呢 在渲染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空字符串 进行一个替换啊 用空字符串进行替换啊 这是这种 模板变量的解析啊 那么还有一种模板变量解析呢 就是什么什么点一个数字 那么这种格式的模板变量呢 哎 它呢 首先也是啊 先把这个 不可呢 当成一个字典 哎 把点前面当成字典啊 把点后面的当成这个 界名 哎 进行一个 取值啊 进行一个取值啊 进行一个取值啊 我就 按照这个名字来进行取啊 就是不可灵啊 对吧 按照这个界名进行取值 那么 如果取不到的话啊 它紧接着就会把点前面当成一个列表 把点后面当成这个列表 列表的下标 哎 取相应位置的元素 如果还取不到啊 那么 出错 出错的话 就是用空字符串进行一个填充 好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模板变量它的一个解析顺序啊 这一部分主要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 你再去啊 使用 哎 模板变量值啊 使用模板变量值 那么 点前面的啊 这个点 前面的啊 前面的 哎 前面的啊 哎 可能 哎 是一个啊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字点 哎 可能是一个字点 哎 还可能是一个对象啊 哎 还可能 哎 可能 那么 是一个啊 是一个 哎 对象 哎 还可能是一个列表啊 哎 还可能 是一个啊 列表 那么你就知道这个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这里面 这里面是你 我们讲这个主要目点 就让你知道点前面的 可能是字典 可能对象 还可能是一个列表 好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这边呢 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就新建一个视图 那么这个视图呢 我就叫它define define 我们叫它temp 然后呢 向线VR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就 某版变量 某版变量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几个东西 某版变量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定一个字典 叫做Dict MyDict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定一个元素 名字呢 建名叫做title title 然后 后面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写一个字典建值 字典建值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再定一个列表 比如说 我叫做MyList MyList 然后我们就等于这个 里面呢 我新建几个元素 123 123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再来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我们呢 定一个模型类 这个模型类呢 你注意 我们就要跟我们之前创建的一个表呢 跟它对应起来啊 叫做MyCircle下面的U Root啊 下面的P 那么这一部分呢 有一个叫做MyCircle Use啊 BJ18 好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ShortTables啊 ShortTables 我们就跟这个表对应起来啊 跟这个表对应起来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里面呢 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些属性啊 都在这边 对吧 ID Title啊 BPupData Bread Bcomment Extrate啊 我们定义这个类啊 Class 叫做Book Info啊 那么 继承Models.Model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图书模型类 图书 哎 模型类 啊 那么 首先的话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Btitle啊 注意啊 Btitle等于 这个Models.ChairField啊 然后MaxLance呢 等于这个20 好 那么 你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 这个属性对应的表字段的名字呢 应该叫做Btitle 对吧 它应该叫做Btitle啊 但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表 最后我们变了啊 看一下这个表 哎 这个表呢 它是不是叫做Title 哎 这一部分呢 你要在这边指定一个选项啊 Db Column 哎 等于这个Title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属性 它对应的表字段的名字呢 才叫做Title啊 否则它就会出错 然后再往下呢 就有呢BPupData 哎 BPupData啊 等于Models.Data Field啊 OK 再往下啊 Bread 等于Models.Data IntegerField啊 Default的设置一个零 好 还有一个Bcomment啊 Bcomment等于Models.Data IntegerField啊 哎 这个啊 整处 IntegerField啊 这个Default呢 等于零 然后再往下 有个意思 Delete啊 等于Models.Data BalentField啊 Bephalter等于Fault啊 OK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图书模型的啊 但是你如果直接写到这的话 我们用起来还会出错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个类对应的表的名字应该叫什么 哎 BookTest对吧 效线啊 BookInfo啊 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表的名字呢 它叫做BookInfo啊 你要指定这个模型的对应的表名是谁 哎 直接在这里面啊 Class 哎 写上一个 Models啊 然后里面定一个类属性DbTable 哎 指定这个BookInfo啊 OK 那么这样写的话 我们这个模型类呢 哎 跟这个表呢 就对应起来了啊 对应起来之后 我们这个表就有了 你注意 这个表有了的话 你把这个类写出来 你就不需要呢 重新去做这个迁移 现在啊 这个类就跟这个表呢 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哎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类呢 去操作 哎 这张表啊 这张表 OK啊 我们把它写完之后呢 哎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要查询 我要查询啊 这个ID等于E的这个图书 我们把这个类呢 导过来啊 就是from我们的 哎 BookTest DN 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 BookInfo 哎 在这里面 我们要查询ID等于E的图书 怎么查 BookInfo DN Objects对吧 哪个方法 Gate 对吧 Gate啊 ID等于E 哎 这个时候呢 他给我返回一个对象啊 Book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边是一个字典 这边是一个列表 这边是一个对象 对吧 下面呢 我要把它传给一个模板文件啊 这个模板文件呢 我在这边先定义一下啊 我先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哎 我这个模板文件叫temp啊 下回线 VR 啊 这里面是我们的 模板变量啊 模板 变量 OK啊 里面一会儿我们再写啊 我们先把它传给他啊 直接在这边写上一个啊 哎 Return Render 哎 request啊 我们要使用的是 booktest下面的temp啊 不要 然后呢 我要把这几个模板文件 传给他 哎 直接写上一个 MyDICT 对吧 那么这个我可以先在这边 先定一个字典啊 哎 contest等于我们的 MyDICT 哎 对应的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字典啊 叫做MyDICT 然后哎 这里面 MyList 然后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列表 MyList啊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book 哎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book啊 然后呢 我要把这个 我直接呢 把这个contest呢 给他放过来啊 放过来 哎 这里面啊 我们就在这边定义这个模板上下文啊 OK 那么 然后啊 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他啊 地址呢 我们叫TimeVR TimeVR 然后呢 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在这边去做一个配置啊 就在这里面加一个 哎 URL 啊 哎 上线功啊 叫到Time 效果线 VR 哎 到了啊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views点 哎 这个是图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什么呢 模板 变量 然后呢 我们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在这里面给大家写啊 这里面你要使用这个字典的话 对吧 哎 我们要使用字典的属性啊 使用 哎 这个字典 哎 它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你要你要使用这个字典里面的title啊 使用这个字典里面title对应的值 你在这边写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my dict 点 title啊 点title 注意啊 它这个时候这里面没有这种中括号的啊 它就是点 title啊 点title 好 然后呢 再往下啊 我们要使用这个列表的元素啊 使用列表 元素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列表里面呢 我现在啊 我们列表里面呢 有这么三个 对吧 我要使用 比如说我要使用第二个 哎 那么这个呢 就应该是啊 在我们这里面写的时候就应该是 my list 点 一 对吧 点一啊 这个代表下标 然后 这样往下啊 使用这个对象的属性啊 使用我们的对象 哎 属性对吧 这个呢 我们就讲过了啊 比如我要显示它的标题 我就book 点它的 b title 对吧 OK啊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页面啊 直接temp 哎 下话线 VR 哎 回车 看到没有 哎 是不是对应的字典建制 第二个是不是2 标题不是系列运转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板变量啊 那你要 你学完这个之后呢 你要知道啊 就是这个 使用模板变量的时候呢 哎 他 他这个模板变量里面 这种形式的模板变量啊 他呢 只能出现这个数字字母 下滑线和点 且不能以下滑线开头 这个点前面的东西呢 他可能是一个 哎 字典可能是一个对象 还可能是一个 哎 列表啊 还可能是一个列表 OK啊 这是我们要给大家说明的 不要说明的 咱喝感木 September 遗兔 清сп艺